美国总统大选倒数不到20天 民调显示经济和通膨仍是选民最在意的议题 民主党候选人现任副总统贺锦丽 主打照顾中小企业的机会经济 经济政策强调增加投资公共基础设施与绿能 壮大中产阶级挑战垄断行为 并计划提高对企业和最有钱人的税收作为裁员 共和党候选人前总统川普 以先前任内的经济政绩自豪 延续提出减税放宽管制的政策 主张大幅删减政府开支以降低通膨 并以增加关税来提高政府收入 美国近来各项指标显示通膨降温 失业率下降 经济成长强劲 正朝稳健的方向前进 不过尽管民众也意识到通膨有所放缓 高物价却已回不去 谈到经济情绪依然低迷 在寛州披士堡移民社区开杂货店的 孟加拉移民德达尔 支持贺锦丽对移民友善的政策 但也坦言川普当总统时生意很好 民调显示选民认为 川普较有能力处理经济问题 这样的看法多半来自 他上个任期内的经济表现 川普这一次问鼎白宫 政见主攻通膨和移民 他不改口出狂言的风格 把移民和治安变差 工作机会变少 甚至和房价飙升都做连结 誓言当选后大举遣返无证移民 美国本就是大熔炉 移民补足美国民众 不喜欢从事的行业劳动力 对美国社会有所贡献 川普对移民极不友善的论述 大众看法不一 那是残酷的 因为我们有些人 在想支持我们的亲戚 即使我们从另一个国家 我们来到美国来生命 提供住移民众 本群有信心 我们才能做出狂言 因为他们没有一个选择 他们没有一个选择 他们没有一个选择 所以这就不是两个选择 但也只是招散 在说明要做法 是什么 你可以让你招职 人们把没出狂言 而不让你迫使民进行不罪 你能够叫他愚蠢或恶蠢 但当它来到保护标准备 保护所有人都没有进入 进入移民 他确认了他在那里 贺锦丽对移民友善 经济则被视为是川普强项 对身处经济弱势 包括贫穷少数族裔和移民等选民 手上的一票要投给谁陷入抉择 华尔街知名投资银行高盛先前的报告指出 如果川普慎选 他提出的提高关税和移民紧缩政策 可能导致明年美国经济产出受到打击 如果由民主党总统国会双赢 新的政府支出和中等收入家庭 获得更多免税额 预估会稍微胜过企业税提高 导致投资减少带来的冲击 加上新增就业人口增加 会为未来两年美国经济成长带来最大助力 中央社记者石秀娟华盛顿报导 2024美国总统大选 佐定中央社 中央社记者石秀娟华盛顿报导